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里就不得提到中国历史上大器版城的先贤代表人物江子牙 给后人树立了只要有才 是金子总被发光的典型势力 而他的妻子马氏 因为无识人之名 被钉在了历史的支辱架上 相传江子牙32岁入昆仑山修行学道 这一学就是四十年 功成下山时已是72岁高龄 此时还是单身一人 下山后 江子牙投奔了过去的结义兄长宋文外 在那里惊人介绍 娶了六十八岁的黄花闺女马氏 这马氏为何六十八岁才没有嫁人呢 原来她自恃貌美 挑三拣四 一晃就把自己给耽误了 成了大龄圣女 眼瞅着脖子要埋入黄土了 这马氏遇到了江子牙 总是找到火街盘侠 但是对于江子牙而言 却如同跳进虎坑 树尽了马氏的刻薄语处 在马氏的一个要求下 江子牙开始做起小本生意 奈何她跟财运不交 编过赵林 编好后不慎失火 卖过面粉 刚摆好她一阵狂风 把面粉吹跑大半 开过小馆子 偏赶上连英语越语 时刻不见半个 只得关门大吉 犯过牛马朱羊 结果是晚上被盗贼抢劫一空 总之 这江子牙老先生做啥啥陪伴 没见过回头前 两口子的生活逐渐捉襟见肘 好不穷困 马氏眼见自己好日子无望 就闹起了要跟江子牙解除婚姻 江子牙诚心劝马氏 说自己以后会发达的 且忍耐于诊子 接着江子牙又做起了秃载的生意 垂料朝廷下令禁杀牲畜 这下又是赔得血本不归 马氏再也忍受不下去了 跟江子牙大吵大闹 执意要厉害 江子牙虽然坚信自己定会发迹 只是在未遇到民主 奈何马氏离婚心意已决 常态一声 你一旦出了这家门 就如泼出去的水 天 万末都后悔了 马氏怎么看江子牙 都不像有出息的样子 拿到修书 连头也不回就扬长而去 没多久 改嫁了衣鞋奖 没几年 江子牙果然发达了 成为大洲朝的开国丞相 不但有了封地 还掌管着封神 这时马氏又来找江子牙 要求跟他恢复夫妻关系 江子牙是看透了马氏的势力 端出一碗水泼在地上 让马氏把水收起来 并云 若阳比更合 覆水定难收 这就是成语 附水难收典故的由来 马氏听后惭愧不已 回到家连修待气 便投声闪掉了 马氏死后 还不死心 听说江子牙路坛封神 便想从他这里捞些好处 俗话说 一日夫妻百日恩 江子牙念与马氏夫妻一次 不忍用打身边灭其魂魄 只好封他魏灾神扫帚星 专门掌管天下厕所 大家都知道 这扫帚星是一个倒霉星 走到哪里 没运到哪里 众人躲避还来不及呢 逢年过节 为了躲避扫帚星 便会在家中切衣服字 而扫帚星则落得个 千古骂名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